从这一章开始呢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JQuery 本章内容是讲这个JQuery的概述 及这个环境的搭建 首先说一下JQuery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JQuery是在这个JavaScript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然后它对这个JavaScript来进行了封装 功能更强大 操作更方便 它是一种JavaScript库 就是有人在这个JavaScript的基础上呢 做了二次开发 然后呢 让我们的用起来更强大一些 这个JQuery呢 它是等于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JavaScript加上Query 这两个单词构成的 对 等于这个两个单词构成的 它的这个Query这个单词的意思呢 是查询的意思 我们以前讲这个SQL语言的时候讲过 SQL语言的意思呢 是叫标准化查询语言 它是standard的Query那个为例 这个Query和这个Query呢 是一样的 它是查询的意思 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通过JavaScript来从文档中 把元素找出来 来对它进行操作 这里我们给大家就增加了一个 那个以前 复习一下以前的这个术语 嗯 这样 这个JQuery呢 是在2006年1月份出来的 是由这个John Risky 开发的 然后它是一个开源的东西 Open Source 什么叫开源 就是这个JQuery 编出来 怎么编出来 它的源代码 你是可以从网上可以下载的 另外的这个JQuery呢 是一个轻量级的JavaScript的库 什么叫轻量级 就是说它比较小 不是那么笨重的 不像Eclipse 一下就好几百兆 JQuery呢 只有几十K 它的特点呢 是语法比较简洁 就很少的代码 能干很多事情 跨浏览器兼容 就是说什么浏览器都好使 然后它适合于做这个文档的便利 就是在文档中找到元素进行操作 然后呢 适合做这个Doom的操作 Doom就是我们说 文档中的那些 那些标记啊 元素啊 那些 还适合做这个事件处理 动画特效 AJAX AJAX呢 我们今后再给大家讲 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不用 页面不用刷新 就可以 把页面上的数据来取到 客户端来的一门技术 这些Query的设计理念呢 是WriteNess Do Mor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很少的代码 能干很多事情 主要功能呢 可以用来获取这个网页元素 设置网页的外观 更改网页内容 响应用复实践 添加动画效果 实现AJAX交付 然后它获得青睐的原因呢 主要有很多 首先呢 一个是轻量级 我前面说了 矿浏览器兼容 然后来是 用这个CSS来做选择器 然后来还有这个 链式操作 我们回头再讲 面向结合 就是我 只要 就是对同一种 同一 满足同一要求的元素 来进行统一设置 然后有详细的文档 这个JQuery文档呢 我们就参照 我们就参照什么呢 参照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W3Squad的 这么文档 这个呢 你可以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JavaScript 然后再来有个JQuery 我们今后来查 这个文档就够了 然后还有这个丰富的UI 我们说UI呢 是叫User Interface 是用户界面的意思 EasyUI呢 是一个JQuery的 UI框架 这个呢 我们今后用到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 然后还可以与其他的JS库 共存 共存 我们说这个JQuery的库呢 不只是JQuery 就JavaScript的库 不只是JQuery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Dojo 还有EXTGS 这个呢 我们有很多人喜欢 把它叫成EXT 这两个呢 大家知道有就行了 还有呢 它是免费开源的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配置这个开发环境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呢 从这个JQuery COME这个官方网站上呢 去下载 这个下载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我们去下载这个1.x 1.x版本 不要下载2.x版本 为什么呢 因为2.x版本呢 它是不支持这个IE的678的 这个大家从这点进去 大家看这个网站 点进去就可以下载了 然后还有这个 如果是你用的是早期的DW 就Dreamweaver 我们简单叫DW 如果你用的是早期的DW的话 那你还需要安装插件 才会有这个语义法提示 那我们呢 用的是CS6的版本 我们用的是CS6的版本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不需要安装插件就可以的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大家看CS6的版本 所以不需要安装插件 那么这儿呢 已经把这个下载下来了 我已经把这个 JQuery下载下来了 下载下来以后呢 它就两个JS文件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90多K 一个是200多K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压缩的 一个没压缩的 一个是压缩 与非压缩版 压缩版和非压缩版 压缩版呢 比较小 但是呢 这个原代码呢 不太容易看得清 而非压缩版呢 比较到 但原代码呢 看得很清楚 我们呢 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用这个 非压缩版 因为有时候可能 我们还要进去 潮一潮 那你下载下来以后呢 你考到你的目录校 像我这个呢 已经考到我这个 因为我的网页 是在哪个目录下呢 我是在这个 一盘下面一个配 你把它建一个 JSLib的目录 然后把它考进来 像我这个 是200多K的 是200多K的 这个呢 是非压缩版 你考进来 有的时候 我不建这个目录 我自己考到 这根目录下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考到 放在目录下来 会显得比较整洁一些 那么下面来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然后来演示一下 JQuery 首先看一看 这个环境是否配置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看看它的功能 是有多强大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首先要把这个 这个文件的引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儿跟我们以前 已经监视文件是一样的 打开这个JSLib 然后呢 把它拖进来 这样 然后呢 下面呢 我要想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按钮 还有一个DIV 我想让这个 点这个按钮以后呢 让这个DIV呢 慢慢的出现 我们看怎么来做 我们在这里来 做一个 首先把这个按钮 弄出来 input type 等于这个button 然后呢 value呢 等于这个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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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ID呢 等于这个button 通过这个ID呢 一会我们好去找到它 这样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DIV 然后ID呢 等于这个info 这样 然后因为我想让这个DIV慢慢的出现 所以这样的话 我要首先设置一下这个DIV的样式 再来一个start 然后呢 type呢 等于这个 这个 然后呢 是 再来一个DIV的ID呢 等于这个info wide 等于这个500个px 来来hit 等于500个px back corner back corner 来个red 然后呢 我让它不显示 不显示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两种 一个是display 一个是visibility 这两个样式 这两个样式呢 也是去面试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的 我们说display呢 它的 它的这个值呢 可能可以是block 可以是none 还可以是table row 这个我们之前讲了 这个table的时候讲过 vizibility呢 是visible 或者hidden vizible表示看得见 而这个hidden呢 表示看不见 而display这个none呢 表示看不见 别的呢 都能看见 它两个区别呢 是 是什么呢 是这个display呢 是不占 不占空 隐藏以后不占空间 而这个visibility呢 是隐藏以后 它原来的空间呢 还会被占的 那我这呢 就用这个display 然后呢 那我下面呢 来写这个代码了 写代码呢 也是跟以前写 Java脚本一样 也是写上这个script 然后呢 type等于这个 text JavaScript 镜头我们怎么来写呢 我们来写 我们写上这个美元符号 然后来括号 分号 第一下我们这么写 就它的语法 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一步步教大家 大家如果看书的话 可能不太容易看得懂 我们是先美元符号 一个小括号 一个分号 这个呢 是没有语法错误的 括号里头的表示的是 这个意味交代完以后 要干的事情 要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写一下 funk型 括号 这是一个匿名函数 对 这是一个匿名函数 括号里头呢 要干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来回一下车 因为我里头还要写东西 回一下车 是一个匿名函数 然后再来 我再来要给这个 窗席加载的时候 我要给按钮绑定一个事件 这呢 用美元符号去选定这个按钮 叫 减号 Button 然后它有个事件 它有个click事件 大家注意看 不是unclick 是click事件 以前我们在加二加文中 是unclick事件 现在是click事件 click以后呢 要做什么事情呢 也是要做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匿名函数 那这句话呢 就结束了 如果你这么写了 那这个函数是空的 什么都干不了 那我这呢 要做一件事 轮到这来 再做一件事就行了 就让什么呢 让这个 我们也是选择 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这个叫 info info 然后让它 点show show表示显示的意思 它可以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呢 都是用方括号隐藏 那个扩起来的 表示都可以省略 那我再来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我给它写后面两个省略 第一个呢 表示duration 表示的是 它的这个 多长时间显示出来 比如我们来个 2000毫秒显示出来 就这样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百度浏览器 然后点一下这个测试 然后点一下